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话题难灯大雅之汤 其实也不然 上过厕所的人都有体会 厕所的环境不好 很难影响一个人的心情乃至健康 有一个新加坡的公厕协会的组织统计过 人的一生在厕所里待的时间加起来超过三年 所以古人努力的追求 更好的如厕条件的过程 就是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 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 也无法否认 厕所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 庄子之北游就曾经写道 道在史逆 说的就是道这个东西啊 无所不在 它存在于蝼蚁之中 小草之中 砖瓦之中 也在大小便之中 由此可见 上厕所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能再讲讲这个 这怎么说 那现在咱们一说上厕所啊 都会说 我要去方便一下 姑娘们也会说 我去个洗手间 那古代古人是如何委婉地表达自己想上厕所呢 那一般来说就是说 结手 这个词可能是中国人最常见的上厕所的代名词 这个词呢 是来源于元朝 元入侵宋朝 强迫汉人迁徙 可是大部分的汉人是不愿意离开故乡的 那怎么办呢 就被元朝的军队啊 绑住了双手 远走他乡 老话又说了嘛 管天管地 管不了拉屎放屁 被压解的人 要解决生理需求的时候呢 就会对着看压的士兵们大喊一声 给我解开手 就知道这个人内急了 要方便方便 就把手解开了 反正久而久之 解手呢 就成了如厕的代名词 除了解手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儒雅的词 叫出功 有这个 这个功啊 是一个报义词 那比如 恭喜 恭候 所以都是好词 那为什么说这个词形容上厕所呢 这个得从明朝的科举说起来 明朝科举盛行 由于当时考试的时间长 所以内急之势是在所难免 为了便于管理 考场就设置了出功入境牌 需要上厕所的得申请这个牌 拖在胸口这儿 到指定的地点速战速决 回来之后 焦牌归位 从这个牌的字面上来看 出功入境 就是出入要恭敬 要遵守纪律 快去快回 不要喧哗吵闹 干扰他人 这是对考试的尊重和恭敬 这个事呢 就是流传到社会上呢 人们也把这个上厕所 视为出功入境 为了口头上表达的方便 人们就摘了俩字 出功入境 就说前俩字 这样呢 出功这个词呢 也就算流传开了 除了上面两个说法吧 还有什么更衣啊什么的 因为比较好理解 咱们就不聊了 那么说中国最早的厕所 长什么样呢 中国最早的厕所 离现在五千年历史 有专家们在西安半坡村的遗址 曾经发现了一个土坑 这就是中国厕所的起源 文献记载里边呢 目前已知的 最早记载厕所的典籍呢 是以礼 记西礼 其中有句话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就是 我想上厕所 努力给我挖个坑 挖地洞的方式 虽然是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 但也意味着人类文明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根据以上的发现呢 可以推断出啊 坑厕是中国厕所的始祖 但其实呢 周代的时候啊 宫廷的厕所已经是变得高级了 那时候的厕所呢 就已经有了漏井 因为根据周礼记载 周朝已经有专门的人 负责给周王打扫卫生 建厕所 清除不洁之物 消除臭气 这个职业呢 叫工人 周朝呢 人们就已经学会了 把那个木板啊 搭在坑上 踩着俩脚 中间呢 设有这个漏井 排泄物呢 就直接掉到这个池子里边 左传就记载嘛 公元前五百八十一年 进井宫 不就是僵尸 杖 如厕 献儿足 我是进井宫啊 要吃饭 然后觉得肚子不舒服 上厕所 掉在里边淹死了 当然你说这个人生际遇 也是相当的传奇了 其实这个 坑厕的传统吧 延续了特别长的时间 清代 有一个 历代社会风俗事务考 就有记载 进山西各处之策 结下绝砍身六七尺 以进食一至 那意思就是 公共厕所在春秋的时候 就有了 咱们说中国最早的公厕 春秋时期 大家已经有了一些个 注意隐私的想法 厕所修建的 具有一定标准 这时候道路上开始出现了 供人方便的公厕 这些公厕呢 一般都修建在 军队驻扎的地方 或者是 人群大规模居住的地方 先秦时代的公厕啊 它是有具体的悬址 和建筑的标准 墨子旗席中称 于道之外 为平三十步 而为之还 高涨 为民混 所谓这个平啊 就是围墙作厕 混 是古人对厕所的 另一种叫法 所以从上文 就可以猜测的出来 墨子生活年代的公厕 是两种标准 军人使用的这个公厕 围墙周长是三十步 超过四十米了 高一丈 超过了两米三 如果说是民厕呢 围墙更高 一丈二 超过两米七 这个围墙这么高的厕所 想偷窥 那是很困难 所以呢 可见中国古人很有心 充分考虑到了 隐私保护 混这个字啊 有意思 混是左边一个三点水 右边一个四方块 里边一个臀 臀就是猪的意思 古代这个字 还是拿来形容猪圈 古代厕所呢 除了建在路边 还流行建在猪圈的附近 为猪啊 提供饲料 汉书刘淡传就记载嘛 艳了王刘淡 在这个谋夺皇位失败之前 从家里厕所中 就跑出了一大群猪 被视为是凶兆 这也说明了 厕所跟猪圈 建在一块的社会风俗 现代考古呢 发现了不少的 古代厕所 河南商丘 盲荡山 梁武王 刘武的墓中 就发现了这么一个 卫生间 房间里边呢 有一套很完整的 实质的 作变器 而且是可以 用水冲洗 这个就 就了不得了 这个厕所 离现在 两千多年得有 这玩意 您敢想象吗 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 水冲式的厕所 不止这样 在汉朝啊 人们就开始流行这个 男女厕所 而且是男女分厕 从河南南洋的 汉代石墓 出土的这么 一张图画表明 在这一个 厕所院内 一堵墙 将厕所分成了 两个部位 这两个部位 那您就看出来了 这就不一样了 这个男女分用吧 也有这个 这也是考古专家 就认为说 汉朝出现男女分厕 这是一个 重要的证据 到了 魏晋时期 厕所的画风 不一样了 一些个 贵族家里边的 这些个厕所 简直就是别墅 西晋有一个大土豪 叫石虫 这个石虫 挺有名 石虫 是现在河北 南皮县的人 西晋时期的文学家 官员富豪 金谷二十四有之一 他早年也做官 承阳太守了 什么散其侍郎啊 黄门郎啊 也都做过这个 吴国灭亡之后呢 霍丰安阳相侯 各种官做不少 什么这个荆州刺史啊 阴阳将军呢 这都干过啊 最露脸的事 就是这个炫富 那我们曾经 看过好多这个有关 就是石虫啊 跟谁斗富啊 跟谁比啊 如何如何呢 有很多他这方面的故事 当然还有这些传说 比如说绿珠坠楼 这都是说的是这个石虫 有人说石虫啊 就是因为家里太有钱了 到后来啊 才被人杀 被杀的时候呢 石虫也说过 说这个 我这就是主要是 家里太有钱了 你们这些坏人 憋着弄我的钱 然后压他人就说 你看你要知道 你还不赶紧把这散发了呢 石虫也没法回答 他的母亲 兄长 妻妾 儿女 反正都搁一块 15人都被杀害了 石虫死的时候呢 才52岁 石虫跟人豆腐 家里有的是钱 所以说 曾经有人提到过 说在他们家上厕所 说这个聊聊天 那集要借厕所医用 到了厕所一看 这个屋子有点太豪华了 这个是厕所 说没错是厕所 有杀杖环绕 有这个有那个 两旁边还好些个 侍女 好多美女跟这 伺候着 进门先换新衣裳 当时来上厕所 也是朝里的大臣 都没见过这样的厕所 还以为进了石虫的卧室 不习惯 除了这个厕所的 硬装修之外 这个未进时期啊 他这个厕所软包 也是惊人了 出现了很多的配套设施 那会儿的贵族呢 他用一种枣豆 这个枣豆呢 就是 类似现在咱们用的香皂吧 它是一种颗粒状的物质 他拿着洗手 里边呢 还有这个香炉 踩着小棉垫 而且旁边呢 还有这么一个盆 装着好多枣 有那个不知道的呢 还以为这枣是干嘛的呢 来上厕所 还管枣吃 来个尝尝吧 人家说别吃 这是堵鼻子眼用的 防臭气 那么未进的贵族 为什么要修 那么豪华的厕所呢 这个不仅仅是为了追求 舒适奢侈 主要其实还是 刚才咱们讲的豆腐 当时的社会上 土地兼并比较厉害一些 穷富啊 他这个相差极其的悬殊 贵族们玩命的这个巨仔 这个钱啊什么的 然后当时不光是豪华厕所 还出现了拿这个蜡烛当火柴 用麦芽糖 这个洗锅 这都很过分 咱刚才说这石虫 不就是石虫跟王凯 他俩人比赋 当时啊 这个京都乐阳三个出名的大富豪 一个就是掌管禁卫军的杨秀 一个就是后将军王凯 还有就是咱们一直讲的这个石虫 这个杨秀王凯啊 都是外戚 他们的权势呢 比石虫来的大一些 但是豪富方面比不上石虫 石虫这个钱怎么来的呢 他当过几年荆州刺史 加紧了搜刮民脂民膏 也有抢劫的勾当 有些外国的史臣商人呢 经过荆州地面 石虫就派部下敲诈勒索 公开杀人截获 这样呢 他就掠夺了无数的钱财珠宝 石虫一到洛阳 一听说王凯有钱是吗 好咱比一下吧 这不听说他们家刷锅拿糖水吗 那好咱们家拿蜡烛当柴火烧 王凯就为了炫耀嘛 就家门口大路两边 夹到四十里 用这个紫丝 绸缎编成了屏障 谁上他们家过 先过这四十里紫丝屏障 这好家伙 石虫一说 这那我得压倒他呀 他用比这个紫丝还要贵重的彩段 铺了五十里的屏障 比他那更长更豪华 王凯就输了 输了怎么办呢 就找自己的外甥 找皇上去了 你帮忙 皇上觉得这个比赛很有趣 宫里边有一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 得这给你 哎去吧 有皇上帮忙了 哪个王凯 那就尽头大了 把石虫啊 一般官员叫家吃饭 哎你们瞧瞧这个吧 就被这珊瑚捧出来 两尺高 呦颜色方面都好 大伙都夸 只有石虫冷笑 一回头呢 岸上呢 有这么一只铁如意 如意大家都见过啊 他这是铁的 拿过来汤一下子 就被这珊瑚砸得粉碎 所有人都吓傻了 王凯气坏 你这是干什么呀 嗯 石虫说没事 你别生气 我还你 王凯那还我吧啊 你还我 那你 你让人上我们家去吧啊 到家挑去吧 一会儿的功夫 人家把珊瑚树弄来了 搬了几十棵珊瑚树 光这个三四尺高的 就有六七株 大的呢 比王凯的高出一倍 光彩多目 王凯这才知道 哎呀 我没想到 他们家这么有钱 就认输了 所以说石虫的富豪 在洛阳出名 当时有一个大臣 叫傅贤 给皇上晋武帝 写了一道奏章 说这样比啊 就这种奢侈浪费 比天灾还要严重 所以你应该制止他 他们觉得这很荣耀 这哪行情 晋武帝看来呢 根本就不理睬 因为他跟石虫王凯是一样的 一面呢 加紧搜刮 一面穷奢吉遇 所以西晋王朝 你这样腐败 注定天下就要打乱了 这是说的西晋年间 到了唐宋以后 有人呢 就利用公厕 开始发家致富 唐宋时期啊 围绕着厕所 出现了一种新生的职业 叫青角头 青角头日常的工作 就是把公厕 或者其他粪便堆积处的排泄物 收集起来 然后卖给有需要的农民 让农民呢 当作种庄稼的肥料 这样呢 既解决了环境的清洁问题 也能使粪便得到充分的利用 这可以说是向着环境保护走出了一大步 为了收集排泄物嘛 古人们也会盖一些个免费的公厕 你看这明末清书的小说 绝心坑 牵轨成财柱里边 主人公穆太公 盖那厕所就是乡村的豪厕 穆太公是浙江湖州乌城县的农民 在家盖了三间厕所 里里外外 粉刷装潢一新 比卧室还干净 又请人厕所墙上提示作画 有一口号 登一次星坑 看一次景致 他的公厕很高级 久而久之呢 星坑木去呢 就成了品牌了 不少女士呢 也想上这样的厕所 就问有没有女厕 为了满足需求 木太公又盖了一间女厕所 他盖这个厕所的目的 也是为了收集排泄物 这是靠着厕所经济 靠买大粪 发了财 虽然这是小说桥段吧 但是艺术是源于生活 到明清以后 厕所发展就慢慢停滞了 没有多少进步 因为公厕少嘛 那会儿北京城公厕也没有什么 很多人为了赚钱 就开了收费的公厕 《燕京杂记》记载 当时北京城里边 公厕收费通常标准是一文钱 但当时你买一斤鱼 在当时才25文钱 所以好多人为省钱 就找一嘎篮 到厕所 随便随便找一地 就算是厕所了 清朝呢 紫禁城是国家的中心 但去过故宫的人都知道 故宫里没有厕所 因为清朝皇宫啊 为了不让紫禁城有臭气 他主要是用便盆 宫筒 他没有专用的这个厕所 存放便气的地方呢 叫净房 装满碳 装满碳灰的便盆 是截大手的时候用的 截完之后呢 用碳灰一盖就行 小便时候呢 不用碳灰 直接倒进宫筒里边 用盖啊 盖好了 皇帝后妃们使用的便器 叫官房 有专门的太监保管 需要时候一传就行 传官房 平时呢 不放在寝宫里 所以这个清朝了 离现在很近呢 所以很多清朝的故事呢 就留下来 比如前隆帝上厕所 喜欢用丝绸当厕纸 还得是贡品级的料子 尽管我国在汉代 就发明了造纸术 但国人珍惜纸杖 很少用用纸来上厕所的 三国时期到唐朝 上至达官显幻 下到百姓都使用厕纸 就是一个小棍子 来擦屁股 这巨条啊 就是竹子 或者是木头做的 有这么宽有一道 两个手指道 用完之后洗干净 还重复用 从元代到清朝 随着造纸技术的进步 纸变得没有那么贵了 用纸擦屁股 才开始的这个普及了 明朝甚至还专门设置了 一个掌管上厕所 用纸的部门 叫宝钞司 宝钞司做的侧纸 竖不过二尺 宽不过三尺 独轮车运到平地晒干 然后入库 当然最讲究是 慈禧太后了 慈禧太后用的那个 厕纸叫白棉纸 要经过15道工序 才能制作完成 纸采好之后 用水喷湿 隔着湿布 拿运筒过两遍 让纸光滑平整 宫女回忆录不就说嘛 喷湿这道工序 由宫女们 对着厕纸 口含清水 一口喷成雾状 当时这个宫女们 还比看谁喷的 又细呀 又云什么的 1903年慈禧太后 视察卢汉铁路 都办圣轩怀 特意准备一辆花车 花车里不只有床 还有卫生间 有一个叫如意桶的马桶 桶底放着黄沙 上面倒上水银 这样呢 截了手之后呢 保证没有味道 也确实是 很奢侈 行了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听完古人上厕所的故事 想必大家会也知道 厕所演变 和古代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现在出门 在外扫厕所 很方便了 还有那个移动厕所了 还有带清理功能的马桶圈 总之 我们的生活 现在往更方便 熟视的方向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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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